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有专家、有医生、还有护士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是重庆主城区唯一集中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 而45岁的护士长凡安芝就是第一批进入该院负压病房的医务人员之一 他主要负责照顾负压病房中最危重的患者已经连续奋战多日了 而事实上在疫情发生后凡安芝要处理的工作还不仅仅只是照顾病人 24小时遇见你 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入到核心区 去认识这位占疫情一线的护士长凡安芝 我们见到凡护士长时 他正准备清理病房里的垃圾 最开始几天 医院里没有一个护工赶进扶压病房打扫 他们也很恐慌 他们实际上他们就是怕什么 怕自己被感染 由于隔离区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医疗垃圾 可是没有一个护工院一进 这些垃圾如果不及时处理 危害极大 病人咳嗽和打喷嚏用过的止尽 这是风险最大的垃圾 因为它里面带有很多病毒的 病院维生物的威力 它会漂浮在空气当中 瀑漫在空气当中 然后它就会着服在我们的口罩 就是皮肤啊 脸毛上面 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感染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 为了保护好大家 梵安芝干脆自己上 清运 消杀 搬设备 护士长干起了护工的活儿 这种情况下没有想这么多觉得我是护士长 调不调价的事情了 看活儿的时候像个汉子 可面对自己的病人 梵安芝又温柔的像个天使 由于一些微重患者带着呼吸机 梵安芝总要凑到跟前询问情况 一旦病人咳嗽 这就是风险最大的时候 他当时完全就是剧烈的咳嗽 其实我一想退后一点 退到一米过后一点 我安全一些 但是我一想 如果我退后了 这个病人他躺排不出来怎么办 感觉就是我是护士 那么我就有这种责任 要去保护好 护理好我的病人 好我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的差错 本能让他后退 可梵安芝还是选择抵抗本能 因为他的病人需要他 不少患者看见医务人员们全副武装 都会感觉到恐惧 如何让他们放松心情 配合治疗 反按之花了不少心思 这位二十三床的患者 就是因为来的时候情况非常糟 一度想放弃 不让插管拒绝进食 有一天他想喝水 反按之就试着拿蒸管 挤了点蛋花汤打到他的嘴里 在尝到了味道之后 二十三床终于开始一口一口地吞咽 然后只在堵住了个孔的时候 他很着急 堵住了堵住了 十点滴 二十三床终于同意进食了 没有护工 反按之亲自给他喂饭 突然 二十三床用尽自己微弱的力气 将自己的大拇指输向了天空 这一幕被同事记录了下来 他自己是那个大拇指 自觉的我们大家都伸出大拇指 我们觉得感谢这个病人 这么地理解我们 然后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护出了还是有回报 对立每个人的防护 反按之都几近苛刻 因为对要进入敷压病房的 医务人员来说 任何一寸肌肤的暴露 都意味着感染的风险 这也是反按之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隔离服必须要穿好 两个人配合绝不能留缝隙 而在这样的衣服里面 反按之和他的团队 一干就是五个小时 回到宿舍已经是下午三点 还没顾上吃口饭 反按之立马给大一 放假在家的女儿 打了个视频电话 女儿好不容易从外地回来 反按之都没能好好陪他几天 今天已经是反按之在医疗一线 干了第24年 跟病人和队友们相处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反按之说 现在的病人和队友更需要自己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人 我都有感觉 我有责任把他们保护好 他们都是这样喜欢我的 我实际上就是一个鸡妈妈 下面的都是我的小鸡仔 我这样护着他们 现在反按之同其他第一批 一进隔离区的11位义务人员 被换出了服押病房 他们将在医院为他们租住的宾馆 集中隔离修整 等候新的指令 在这里我们不是领导 送了我们一束花吗 他在手里 他说我辛苦了 他说不想辛苦了 他有同样的花 他的花送给我 蛮自豪的 感觉到我的付出 得到大家的肯定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有成就感